基辛燃案今天的庭审是有关证据进度的听证会 原被告双方对于证据均没有产生任何疑议 如果本月19号第二次证据进度听证会能够顺利结束 那么该案将于下月进入正式的审前听证 基辛燃案的证据进度听证会原本计划于美西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但是由于法院与监狱之间的沟通问题弄错出庭被告 导致审理整整拖延了一个小时才正式开始 直至庭审结束 被告之一安德鲁格西尔仍未到场 而是由其代理律师参加 其他三名被告在各自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出庭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对于该案现有证据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随后庭审结束 上次庭审时为了确保审理进度不会因为证据问题而受到影响 法官特别设定今天和19号两次证据进度听证会 如果下次能够顺利结束 该案将于12月4号进入正式的预审 基辛燃家庭的代理律师表示 目前正在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沟通 希望在预审之前能够安排 基辛燃父母与检察官进行视频对话 他们有在复原当中 亮自己想要回去原来的工作轨道 夜深人静的时候 确实是静下来的时候还是很难过的 检察官在上次把证据 上两次把证据交给他们之后 就跟我们表达他们是很有信心的 今天南加大校方代表 学生以及华裔社区代表 也来到法庭聆听听审 加州华商群代表表示 将会联合内蒙古商会 在本月为基辛燃举行募宣晚会 号召南加州华人积极参加 美国中央电视 猪楼山记者流行报道